首先带您来看到一个是最新的现场讯息 今天立法院是对行政院长陈冲来进行倒阁案的投票 而目前结果是已经出入了 是以46比66票反对 倒阁案没有通过 而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联系记者朱寒宇 好的 但关心现场的最新状况 那么今天上午在立法院进行了倒阁案的大表决 而在刚刚稍早之前呢 整个结果已经正式出入 确定了倒阁案已经遭到封杀 没通过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这段画面 立法院请使对行政院院长不信任案 投票表结结果 赞成不信任案者46票 反对不信任案者66票 无效票0票 决议赞成不信任案者46人 为答宪法征修条文 第三条第二项 第三款锁定全体立法委员 二分之一以上人事 不信任案不通过 好的 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 刚刚王金平宣布呢 那么赞成倒阁案的票数是46票 反对倒阁的是66票 那么现在确定整个案子没有通过 不过就在刚刚稍早之前呢 发生那个意外小小的乌龙状况 原本呢 国民党自家立委总共有64席64票 那么全力冲刺 另外呢 还要追加无党籍的三名立委的票数 希望能够达到67票 但是呢 早上的时候呢 无党籍立委 颜青标 他说他自己老眼昏花 看错字 投错了票 因此呢 投成了赞成倒阁的票数 因此在刚刚陈冲来到立法院的时候呢 颜青标是一个剑步冲到立法院的门口 来迎接陈冲 来跟他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么在刚刚稍早之前呢 陈冲有跟党籍的立委来进行一个口号 喊口号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这段画面 好的 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 其实刚刚陈冲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也稍稍提到说 现在倒阁案确定没有通过 也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另外呢 陈冲也提到说 其实现在接下来几个月当中呢 在过年之前呢 他最需要的就是获得大家的支持 也说总统在上任一年之内呢 也不能够进行倒阁 那么希望现在整体团队呢 能够多加的努力 以上就现场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 现在您看到的就是 在台湾的立法院今天是对于这个 陈冲 行政院长陈冲倒阁案 进行投票 最后是以44以66票 倒阁并没有通过 的官政院长陈冲